《复联3》可谓是漫威近些年来最盛大的一场电影 故事中几乎会聚了漫威所有的超级角色 虽然以悲剧结束 但却让人久久不敢忘记 那么当这部科幻剧制没了特效之后 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今天咱们就来看一看其中的四个经典场景 黑豹被紧身衣困扰 灭把头上还要加道具 一 黑豹被紧身衣困扰 黑豹的战衣由震惊打造 通体有黑 坚固无比 但看似帅气的战衣 却不是谁都能穿的 看上图 这是黑豹准备拍摄时的场景 此时的他正在将这件紧身衣调整到最佳状态 但奈何太剑 每次都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并且道具紧身衣密不透风 穿久了必然满头大汗 黑豹也经常为此而困扰 而 钢铁侠身穿一半战甲钢铁侠 在复联3中拿出了马克50nm战甲 战甲穿戴效果帅气十足 但失去特效之后 就有点让人看不下去了 此时的钢铁侠只穿着一半的战甲 而裤子却还是普通的裤子 看过之后忽然觉得有点搞笑 你觉得呢 三 飞行的奇异博士 奇异博士 在电影《中大战灭霸》 让我们见识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魔法 尚途卫正在拍摄时的奇异博士 原来我们的奇异博士是这么飞起来的 由于绿色背景的掩盖 将博士吊起的绳索已经无法看见 因为没有加特效 这样的飞行方式实在是有点僵硬 四 灭霸头上还要加刀具 灭霸在复联3中处进风头 他身材魁梧 满身的肌肉让人不寒而栗 当然 这种效果是任何演员都不能达到的 因此在拍摄之时 演员会经常在头上戴一个硕大的道具 以此来彰显灭霸的特点 看到这 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